詞曲 李宗盛 他不是靠在後宮爭寵上位, 而是和丈夫由雲戰夫妻崖起, 找命拼打天下,天下一道手就幫丈夫殺公神, 皇帝一駕崩,就殘害他的自親清算樓氏終身, 大權一在握,就進捏強者本色, 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他就是兩千多年前一位自討的女人, 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呂志。 呂志是漢朝開國皇帝劉邦的皇后, 呂志的父親呂公, 因為要避開仇家,就殘居到培元。 在機緣巧合之下,呂公認識了當時擔任四水亭長的劉邦, 呂公見到劉邦意表非凡, 覺得他棄貨可貴, 就主動將千金呂志許配給他。 從此,呂志就成為劉邦的原配證實。 公元前205年,即是楚漢相根的期間, 呂志曾經被劉邦的死對頭西楚霸王項羽所俘虜。 到公元前203年,劉邦和項羽達成停戰協議, 呂志才安全回到劉邦的身邊。 公元前202年,劉邦剷除項羽, 同一天下,正式稱帝。 但在這個時候,幫他打天下的一班功臣, 就對他的政權構成嚴重的威脅。 面對這個大難題,呂志要做的, 就是幫丈夫清除內患,誅殺功臣。 今集的主角是呂志。 講到漢高祖劉邦的這一位皇后,呂志, 跟我們之前講的那些權傾天下的女人, 有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那些太后龍拳,或者垂年聽證,或者清濟, 她都要由後宮崛起, 先在後宮爭寵,掃除了障礙,打低了對手, 然後成為皇帝最寵愛的皇后, 然後兒子成為皇帝, 變成皇太后,或者兒子年幼, 你要垂年聽證。 呂侯不是按照這樣的遊戲規則, 或者這樣的路走出來的。 這位至近的女人,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 她和丈夫一起打拼。 呂侯是以一個富家女的身份, 嫁給一位區區,十分補回的四水亭長,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中年的流氓,就是劉邦。 但是劉邦可以得天下, 她經常說是因為有三個英雄豪傑輔助她。 一個就是張良,一個就是蕭河,另一位就是韓信。 她沒有提到的,還有一位在背後默默地支持她, 而且幫她出謀獻賊, 一起賺命搏去打天下的這一位結法妻子。 這個女后可以說是天下大婆的最佳表述。 一位二千多年前的自行女人, 幫助丈夫打天下, 娶得天下之後,又要幫丈夫去殺公神。 到最後,還要自己掌握朝政。 兩千多年前的這位女后, 可以說是後來那些所謂太后干政的, 一個最佳的典型, 和學習的對象。 我們讀中國歷史, 讀到兩千多年前這位女子的事跡的時候, 我們真的對這個所謂頭頂半邊天, 或者現在我們所謂的男女平等, 其實在兩千多年前, 已經出了一位這麼傑出的女性。 大家不可不知, 連太子公司馬遷對這位女后的評價都非常高。 剛才我們說過, 女子除了幫漢高祖劉邦打天下之外, 當得到天下之後, 他也幫這位優柔寡斷的皇帝, 去誅殺大臣。 誅殺一些開國公神。 在漢高祖劉邦和女后心目中, 這些公神是必須要誅殺的。 理由就是, 如果你不殺他, 一定會成為後患。 說到誅殺公神, 原來司馬遷的史記, 呂太后本紀, 都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他說, 呂後為人剛毅, 坐高祖定天下, 所諸大臣多呂後力。 即是說, 這位呂後為人剛毅, 他幫助漢高祖劉邦, 打天下定天下。 然後劉邦要誅殺那些公神的時候, 就真是多得呂後之力。 講到誅殺公神, 多得呂後之力。 我們在這裡要舉兩個例子, 其實都很出名的。 一個就是誅殺梁皇彭越。 另一個例子, 就是誅殺由楚皇典為懷陰侯的韓信。 兩個都是開國公神。 兩個都有可誅之理。 當然,彭越比較冤枉。 韓信被認為活該死有餘, 因為他根本就想謀反。 先講第一個故事, 誅殺梁皇彭越。 呂後出了什麼力呢? 呂後是用計, 用計去誅殺梁皇彭越。 在公元前的一百好十七年, 即是漢高祖得天下的第十年。 這位梁皇彭越, 就是因為不聽這個漢高祖劉邦的命令, 去幫他平這個暖。 平什麼暖呢? 就是這個陳希在代地造反。 漢高祖自己親自帶兵, 去討伐這個陳希。 同時, 又要梁皇彭越出兵。 但是梁皇彭越清病, 說自己有病, 就派了一員大將, 帶了一些軍隊, 幫漢高祖劉邦去討伐陳希。 即是做過養的。 後來劉邦對他責罵, 認為他這樣是不對的。 梁皇彭越被劉邦責罵之後, 就有點害怕, 於是親自要去見這位皇帝, 希望請罪, 又解釋一下, 為什麼自己沒有親自帶兵, 去討伐陳希。 他的一位得力助手, 胡哲, 就跟梁皇講, 你不要這樣做。 因為他罵完你, 那個皇帝罵完你, 就去請罪, 罵完你, 你才出兵。 這樣的話, 你遲早都會被這個皇帝所殺。 反正都是, 不如我們發兵造反。 但是梁皇彭越就怕死, 就不聽這個胡哲說。 但是你不發兵造反, 劉邦就找人突襲梁皇, 並且將他拘捕。 但是劉邦始終都念這個是開國功臣, 就沒有殺梁皇彭越, 只是將他貶為庶人, 即是貶為平民百姓, 然後將他流放去屬地清衣, 即是今天的四川雅安院。 在他流放去四川清衣的過程中, 在路途上, 就遇到呂侯要去洛陽。 呂侯就碰到這位梁皇。 梁皇彭越見到呂侯, 就哭苦哭忽, 指天細月, 說自己根本沒有謀反之事。 呂侯就說, 如果是這樣, 可以, 我和你一起去洛陽, 見皇帝。 稟名一齊, 你放心跟我走。 於是這位梁皇彭越, 就被呂侯用繼所編, 跟他回洛陽。 去到洛陽, 呂侯就跟劉邦說, 彭越是一個勇葬之士, 你現在將他流放去四川, 其實就是製造一些後患, 所以應該殺了他。 我現在和他一起來, 這樣你可以殺了。 這個就是呂侯用繼, 騙了梁皇彭越去洛陽, 結果就被劉邦所殺。 呂侯殺他之前, 還要梁皇彭越的手下, 去告彭越謀反, 然後皇帝拘捕, 然後將他治罪, 移他三族, 以及滅除了他的封閣, 還要殺了他。 呂侯在誅殺彭越, 這件事上, 貢獻是最大的。 至於殺韓信, 我們在講十大帝王的時候, 約略都有提過, 我們介紹一個成語, 《鳥盡工藏, 吐死狗彭》的時候, 就看到韓信曾經說的一個類似的話, 就是他被檢為懷陰盒的時候, 他甚至自己早晚都會被劉邦所殺, 於是就有《鳥盡工藏, 吐死狗彭》的哀嘆。 韓信是怎樣死的呢? 陳禧, 又是說回陳禧, 在公元前的1997年, 又是造反, 要造反。 韓信就跟陳禧原來是有來往, 也鼓勵陳禧造反, 但是這個事情, 即是造反的意圖, 即是未遂就已經被揭發。 呂侯其實要殺韓信, 想了很久, 畢竟韓信都是一員大仗, 而且開國功臣, 你一定要動腦筋用一些辦法, 雖然有楚王變為懷陰喉, 將於扁了, 你扁了他之後, 你就一定要有種心理準備, 隨時會造反, 果不然, 他就是跟陳禧一齊密謀造反, 而陳禧果然就是造反。 所以韓信早晚都會被劉邦呂侯所殺, 但要殺他又不容易。 陳禧謀反, 劉邦親自帶兵去討伐, 裏後就想了一條計劃, 跟蕭尚國、蕭學合謀, 騙韓信, 說陳禧已經死了, 我們要一起去討伐伴亂, 即是勝利。 韓信一時不測, 便被騙, 於是便為這個呂侯所及, 用武士所及, 到最後, 當然又是滅族。 所以我們看到, 朱薩、彭月和韓信, 這兩個功臣, 呂侯出的力是最大的。 如果沒有了, 他去清除這個奴障, 沒有他去清除這些所謂, 準備謀反的功臣, 劉邦這個天下, 漢朝這個天下, 劉氏這個天下, 又不可能這麼穩固。 所以這位呂侯, 其實, 除了是劉邦的延內座之外, 亦都是一位, 很卓越的政治強人。 劉邦和韓宇爭霸期間, 就開始寵愛悲憤斥姬, 後來斥姬更為劉邦贊下兒子劉如意, 由於斥姬能歌善舞, 加上他兒子劉如意, 又指足老爸劉邦, 所以劉邦領寫眷顧這兩母子, 甚至連皇后所生的太子劉盈, 都想廢除, 由劉如意取而代之。 但是劉邦細想不到, 自己對斥姬母子的寵愛, 成為他們兩個的吹命父, 因為女后對這兩母子, 已經恨之入骨, 只是事後機會, 準備發難。 女子和劉邦貧賤夫妻, 一起打拼, 到最後幫助這個夫妻得天下, 劉邦得天下的時候, 都已經是五十歲, 一個中年才發達的男人, 最難救, 最難逃避的, 就是美人關, 天下已經得了, 這位延內座, 又幫到手, 幫他誅殺公神, 又幫他出謀獻賊, 但是, 這一位中年才發達的男人, 寵愛一位基設, 叫做斥姬, 女后和斥姬, 這兩位女士的戰爭, 當然, 優勝劣敗, 那個結果, 早就已經猜到, 問題就是, 這個皇帝, 這位中年才發達的男人, 究竟如何處理, 周旋在這兩個女人之間, 究竟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呢? 其實, 延內座, 都不是很管他, 有個斥姬的, 最重要就是, 保住自己的兒子, 女后的兒子, 劉盈, 一早已經立了做太子, 換言之, 在這個劉邦百年之後, 他就是皇帝, 女后就變成太后, 所以這個是由關他切身的利益, 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兒子, 至於這位斥姬, 又希望自己的兒子, 又可以成為太子, 皇帝就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改立太子, 改立太子的原因, 第一, 就是劉盈, 即是女后的兒子, 就比較愚蠢, 斥姬的兒子劉如意, 比較聰明, 劉邦就認為, 如意類惡, 即是劉如意比較像劉邦, 這是第一個原因, 他想改立太子的,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愛斥姬, 所以愛屋就要給予, 是吧? 因為愛這個斥姬, 甚於愛女后, 這個似乎都是很多不生性的男人的通病, 更何況, 是一個中年發達的男人, 拋棄租康之妻, 他又不夠膽, 而且這一位原配女后, 是不容易對付的, 因為他是幫你打拼, 得到天下回來, 你想拋棄他, 真是沒那麼容易, 你只能夠冷落他, 而不能拋棄他, 是吧? 所以, 改立太子的意圖,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愛這個斥姬, 是吧? 為了薄美人的開心, 是吧? 女后知道, 這個改立太子, 對他會構成一種威脅, 於是非常憂慮, 到最後, 他找到一個高人幫手, 這個高人就是張良, 劉侯, 根據司馬遷史記, 劉侯世家就有提到, 說這個張良, 就幫女后出謀獻賊, 就找了商山四號, 四個老人家, 四位德公望重的老人家, 你輔助太子劉盈, 這四位老人家就是東元公, 郭李先生, 以李公和夏王公, 這四個老人家, 是劉邦最敬重的, 劉邦曾經千方百計, 要找這四位高人幫他, 但是, 這四位高人都不理睬劉邦, 所以張良就建議, 是女后和太子, 禮言下士, 重金禮聘, 商山四號出山, 輔助太子, 皇帝又非常尊重這四位老人家, 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改立太子, 果然, 就是在公元前的一九六年, 劉邦親自大兵去徵伐這個庭部, 勝利回來, 但是自己也感染了重病, 也知道不久於人世, 於是, 改立太子又重提了, 但是大臣每個都勸諫他, 奇奇以為不可, 但是他好像很堅決, 這次一定要廢劉邦, 然後改立劉邦義, 有一次在宮中, 設宴, 慶祝, 這個土佛情報勝利的時候, 就碰到有四位八十幾歲的老人, 連眼眉毛都白了, 就陪著這個太子留刑, 劉邦就覺得很奇怪, 這四位是什麼人來的呢? 後來, 就知道原來這四位就是東元宮, 就是國里先生, 就是以理宮和夏皇宮, 就是他以前千方百計想禮聘的賢士, 這四個人就跟皇帝這樣講, 在《史記留侯世家》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四人皆虐, 陛下興事善罵, 神等義不受辱, 故孔而亡力, 涉聞太子為人仁孝, 恭敬愛是, 天下莫不賢頸欲為太子死者, 故神等內矣。 這四位高人, 在答劉邦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 陛下當年是輕慢這個侍人, 而且是經常摘罵這些侍人, 我們就義不受辱, 我們這幾個人就義不受辱, 不甘於受這種侮辱, 所以因為這樣而恐懼, 就是逃亡, 溺藏在山上。 但是我們知道太子為人仁孝, 而且是恭敬愛是, 跟你不同, 你呢, 陛下就輕事善罵, 輕慢一些是人, 以及責罵一些是人, 但是太子就是恭敬, 對那些是人恭敬, 對那些知識分子恭敬, 而且是愛是, 尊重這些知識分子, 所以天下莫不賢頸欲為太子死者, 天下人那些有能之士, 個個都想伸長這條頸, 為太子去死, 所以我們幾個人就為太子去服務, 去輔助這位太子。 劉邦聽完之後, 這個改立太子這種念頭就大笑, 於是很淒涼地告訴他的愛姬, 說什麼呢? 又是跟一個出廚, 司馬遷史記的留侯世家, 他跟斥姬怎麼說呢? 我欲亦知, 比四人父知, 與亦已成, 顏動矣, 女侯真義主義。 戚夫人, 虛欺留堤, 上喜去霸走。 竟不亦太子者, 劉侯本朝此四人之力也。 這一段同一個出處, 即是在司馬遷史記劉侯世家裡的記載, 就是劉邦, 看到這四位商山四號之後, 看到這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輔助太子之後, 他就跟斥姬說, 他說, 我本來想改立太子, 但是這四個人輔助這位太子, 太子的羽翼已成, 刺膀已經很堅硬了, 欲他不了, 難動矣, 即是無法改立太子。 女侯真義主義, 女侯真是你的主人, 之後是你的主人, 真真正正是你的主人。 大家想想這位中年發達的男人, 到這個時候, 保住這個戚美人, 這位愛姬的兒子, 要立他做太子也保不住, 於是戚夫人就唏噓流堤, 皇帝就說, 你跳楚舞,我唱楚歌, 兩個人竟然很唏噓地為這件事, 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是皇帝, 罷酒, 酒也不喝, 原來骨抑太子, 最大的功勞就是這位劉侯張良, 張良去找這四個人來, 令劉邦取消了改立太子的意圖, 其實這裏也是呂侯成功地保衛了, 他的親生兒子, 劉盈的太子寶座, 接著太子在皇帝死了之後, 就做皇帝, 呂侯就變成呂太后了。 漢高祖劉邦沒有辦法改立太子, 接著還要跟這位斥基說, 今後真正的主人就是呂侯, 沒有多久, 也都在這一年, 劉邦這位漢高祖就駕崩, 劉應就做皇帝, 視為孝衛帝, 呂侯就變成呂太后, 這位劉邦的租康之妻, 跟他一起打拼天下的原配, 到了這個時間, 他就要計數算賬, 算什麼賬呢? 皇帝曾經有改立太子之意, 他將劉邦要廢太子的一個做法, 歸咎於他的外妓斥夫人, 於是他就殘害斥夫人。 這一段呢, 殘害斥夫人, 以及殺這個斥夫人的兒子劉如義, 劉如義和斥夫人母子, 是呂侯整個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所以後世的使家, 對這位呂侯呂太后, 這種殘酷的評價是很低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治國, 使家就給予他很高的評價。 我們說一下這個慘劇, 亦都是出自司馬遷史記的呂太后本紀, 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太后斥斥夫人手足, 去難, 揮移, 飲暗藥, 始居始終, 命約人治。 居數日, 乃召校衛帝, 官人治。 校衛見聞, 乃知其斥夫人, 乃大哭, 因病, 遂如不能起。 使人請太后約, 此非人所為, 臣為太后子, 忠不能治天下。 校衛以此日飲為淫樂, 不聽靜, 故有病也。 這一段記載, 講的是一個慘劇, 一個悲劇。 不單是斥夫人母子的悲劇。 呂太后先殺, 先毒殺, 這個斥夫人的兒子劉如意。 繼而就是殘害這個斥夫人。 怎樣殘害呢? 斬斷她的手腳, 挖了她對眼, 還要整龍她對耳, 還要給她啞藥喝。 又盲又啞又龍, 還要手足驅團, 夠殘忍了嗎? 還將她放在廁所裏面, 然後叫她做仁智, 即是仁珠。 這個仁珠, 就是斥妓。 在刺中幾天之後, 呂太后竟然照校衛帝去看這個仁智。 校衛帝看到, 問, 這個是什麼人呢? 後來知道是斥夫人, 嚇到大哭, 而且還病。 碎如不能起, 病到年紀都起不了床。 找人跟太后講, 講什麼呢? 講的是本諸良知的一些說話。 此非人所為, 臣為太后子, 終不能治天下。 你對斥夫人這種做法, 不是人的所為。 我是你的兒子, 你叫我怎麼去治天下呢? 從此, 校衛帝就擔於日落, 沉迷走息, 不停朝政。 而且, 從因而生病。 當然, 在校衛帝做皇帝的時間, 真真正正掌握朝政大權的, 是他這位狠毒的母親。 呂太后的怨毒, 殺了斥夫人母子。 亦都不為他親生兒子所諒解。 於是, 這個悲劇, 就不單止是斥夫人母子的悲劇, 亦都是呂太后母子的悲劇。 因爲他兒子已經不諒解這位母親, 然後放棄自己, 終日沉迷走息, 不理朝政。 這個悲劇還有一個主角, 就是漢高祖劉邦。 她生前寵愛的這位戚夫人, 在她身後幾年落得這麼悲慘的下場。 手足被斷, 還要去眼揮耳, 還吃雅藥。 到最後, 都是被呂太后所殺。 所以, 明代有一個詩人朱鶴寫了一首詩, 叫斥姬。 其中有兩句, 就是諷刺劉邦的。 這兩句是什麼呢? 可憐三尺, 可憐三尺而秦漢, 身後難傳一夫人。 即是說劉邦, 執三尺之劍, 而可以平定天下, 可以打敗韓宇, 可以結束秦始皇的這個所謂一統的天下, 然後滅秦而輕漢。 但是, 身後難傳一夫人。 在他死了之後, 他這位愛人, 他都保存不到。 這首詩, 其實就是諷刺劉邦。 但是, 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 很多人聽了之後, 可能都心有戚戚言, 特別是那些中年發達的男人。 公元前188年, 漢衛帝死了之後, 呂後繼續操縱大權, 令質疑呂台、呂產、呂陸, 擔任京師軍隊將領, 控制著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 然後,呂後有破壞只有樓氏, 才可以封皇的規定。 大封呂台、呂產、呂陸等人為諸侯皇。 呂氏一族, 在呂後的扶持之下, 勢力如日中天。 另一方面,呂後有血腥殘害劉邦, 和其他悲憤所生的兒子。 例如劉友、劉灰等人的下場, 就是被呂後迫害致死。 於是,整個漢室王朝, 就變成了呂家獨大的局面。 在漢高祖劉邦死了之後, 兇魯王, 勿毒蝕於, 冒起。 而且,是想試探一下這個漢朝的虛實, 企圖又犯中國。 寫了一封信, 侮辱一個呂太后。 那封信大致的內容就是, 說,呂後現在是孤獨之人, 我也是孤獨之人, 我們可以互通有無。 這個其實是一種侮辱。 對呂太后來說, 當然不可以。 於是,她就發怒, 希望大臣發兵, 來打這個兇奴。 但是大臣就勸她, 千萬不要, 因為這個時間, 真的不宜, 即是出兵打這個兇奴。 於是, 就改用一種懷柔, 做一種柔軟的身段, 來對付這個驕傲的蜜毒禪癒。 找一個使者, 覆回她一封信, 就告訴這個兇奴王, 你真的聽錯了消息。 你這麼關心我們, 又寫一封信給我, 但其實我已經年老式碎。 那些牙齒都掉了, 頭髮都掉了。 所以你也是聽錯了消息, 但怎樣也好, 我都送一些車, 送一些馬給你, 即是保持那個友好的關係。 那這個兇奴王收到這封信之後, 就覺得很慚愧。 這個中國以禮相待, 但自己竟然這麼失禮, 以後可以繼續和襯, 然後保持那個友好的關係。 從這件事你就看到, 這位呂太后, 都是有些辦法的。 公元前180年, 呂後因病去世, 前後掌權長達15年。 由於呂氏家族一直尊幻不悟, 所以呂後一死, 漢王朝一班老臣子, 馬上聯合劉氏忠實勢力, 述併攻入朝廷, 將呂氏一族, 特分男女老友, 彤彤駐殺。 從此, 呂氏就在西漢的政治舞台上, 灰飛煙滅, 由劉氏家族重新掌權。 呂太后, 治理的國家是井井有條。 老實說, 漢高祖劉邦, 在做漢王之前, 在一個分亂的天下, 他可以掃平所有其他競爭的對手, 然後又打敗這個漢語, 到最後成為統一天下的君王。 如果沒有呂太后, 他打天下也很艱難, 但是打了天下之後, 如何平天下呢? 漢高祖劉邦, 當皇帝的時間都不是很長的。 實際掌握朝政的, 就是這位呂太后, 在漢高祖死了之後, 校衛皇帝的時代。 呂太后是真真正正, 治理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掌陀人。 司馬遷在《史記》裡面, 對呂太后那個治理國家的這個字跡, 有很高的評價。 我們看看《螢光幕》這段文字, 就是司馬遷對呂太后的評價。 太史公約, 校衛皇帝高候之時, 黎民得利戰國之苦, 軍臣他欲休息父母為。 故衛帝誰拱, 高候呂主稱濟, 正不出防護, 天下硬然。 刑罰患用罪人士氣, 文武駕釋, 衣食知直。 太史公對呂太后的評價相當高。 他說在校衛皇帝高候之時, 即是說, 這位校衛皇帝和呂太后當政的這十幾年, 麗民得利戰國之苦, 不用打仗, 離開戰國之苦。 軍臣驅欲休息父母為, 要無為而至, 休養生息。 這些不是用口說的, 兩千多年之後, 有個人經常說休養生息。 故衛帝誰拱, 高候呂主稱濟, 孝衛皇帝誰拱而至, 即是不理朝政。 就被這位呂太后, 呂主稱濟, 臨朝稱濟, 正不出防護, 天下硬然。 天下硬然, 即是社會很穩定的意思。 認罰患用, 不需要用重點, 因為那不是亂世, 那是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 天下硬然。 所以刑罰就喊用, 罪人就士氣, 犯法犯罪的人是很少的。 治安又好, 真是國泰物安。 還有, 由於休養生息, 無為而至。 而且還有一種, 用現代的話來講, 就是種農輕傷。 於是就文無家式, 衣食之責。 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從事農耕的工作。 衣食之責, 無仇衣食, 生活過得非常之好。 兩千多年前, 兩千多年前, 這位傑出的政治家, 是一位女性, 在他所管治下的國家, 休養生食, 休養生食, 無戰國之苦。 還有, 是種農輕傷, 民無家式, 知衣食之責。 還有, 天下爛賢的社會安定, 國泰文安。 這就是太史公司馬遷對呂太后的一個評價。 所以, 一個好像呂太后這樣的女性, 在二千多年前, 她有令人清道的一面, 亦都有留下污點的一面。 所以, 我們講權傾天下的女人, 當然不可以少得講這個漢高祖劉邦的這位夫人, 女志。 各位觀眾, 只要答中以下的問題, 就有機會得到由黃毓民親筆簽名的歷史紀郎都有十大帝王書籍。 今集的問題是, 呂後嫁了給哪位開國皇帝呢? 請將答案連同個人資料, 寄到以下這個地址, 信封面請注明, 歷史紀近都有問答遊戲。 達眾而入地抽中的得獎者, 我們會有專人通知你, 快點寄信來參加吧!